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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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邊裡面有個房間 為什麼 喔 側面 這邊 看來是 奇怪的空間 好多禮物盒 也太多了吧 不要隨便打開比較好 禮物盒裡面 裝的可不一定是禮物 說啥呢 我要打開一個 隨便開一個 等一下 XY 又是謎題 好的 其中多半存在一個正確選項 牆上紙條也是正確選項的提示 好 這是座標 這要從座標裡面找出來 我們先開一個試試 開一個就死了 開一個就死欸 紅色的花盆跟藍色的花盆 這我標 我想想看喔 我們先往前走 這些物件以前 這RPG裡面應該沒有的 水池 特殊樣式的門 有個像玄妞的東西 畫著類似太陽的花紋 似乎是故障了 沒有辦法用 感覺像地球跟月亮 這個 這遊戲太前衛了 好多東西我都沒有看過 我們先觸發一下 可不可以有東西 好的 等一下啦 怎麼那麼多數學 數學已經離開我很久了 好巨大的眼睛看過來了 你看吧 你就看吧 嗯 這個東西 該不會可以翻過去吧 這種事情應該不可能會發生喔 這兩個花盆是什麼意思 欸 喔 我們上面還沒去過 這裡怎麼 這個也太奇怪的東西了 這什麼啊 它說它是鑰匙匠 它可以把任何東西變成鑰匙 金屬木頭 愛恨什麼材料都行 一段時間再來吧 我幫你製作一把鑰匙 畢竟 某處的一扇門 有些特殊 鑰匙 也必須用特殊的才行 特殊的門 對 就是上紅色 像是有些獨特的那個 好 嗯 你們要進那扇門嗎 它沒有上鎖 不過 小心一點比較好喔 最好我先準備好 比如去圖書館看看書 嗯 再給你一點提示好了 如果我在那個房間 遇到麻煩 就調查一下 紙條的後面吧 喔好 你一口氣講好多事情 畫框裡面沒有放畫 形成一個 方形的凹槽 這個為什麼要這樣 哇 這都逃脫捏 欸 把這裡的東西拿走後 請記得返還 非常感謝 八成會追出去 紅色的 手帕 上面寫 呃 可以放回去嗎 放不回去啦 欸 要怎麼返還 裡面是空的 呃 我一直拿走東西欸 這個叫做月像圖吧 畫出了月色變化的規律呢 月像圖 果然是外面那個 等一下 我們先把所有東西看完 再去看一下那個花盆 嗯 這個應該不用看 喔 這四 回到村中 少女按照青年的主婦 為村民泡製茶水 喝下茶水的人們 如青年所說 全部都恢復了健康 自身神使的男人 卻暗自露出了 惱弱的神情 她闖入了少女的家中 翻找出黑色的花朵 詢問她花朵的來歷 而無論她怎麼逼問 少女都閉口不談 氣急敗壞的神使 開始在村中散布謠言 少女之所以晚歸 是因為與惡魔達成了協議 對 那正是散播疫病的惡魔 惡魔急於奪取你們的靈魂 光是疾病還不夠 你們所喝下的藥 都是由惡魔之花所拋製的 現在的健康只是假象 過不了多久 你們就會毒發死亡 不幸的話 你們可以去她家 一探究竟 很快 那些謠言 散布了整個村子 剛剛擺脫 閉魔的村民 充滿了恐懼跟不安 他們將少女和她的父親 兼記人起來 呃 為什麼 這種走向的故事啊 話說 世上 確實存在著黑色的花吧 嗯 確實是有 不過 好像都不是純黑的 黑色的花 給人非常奇異獨特的感覺 花語也比較極端呢 其中 黑色曼陀螺的花語 應該是陰暗 也是最多的吧 說起來 我聽說 黑色曼陀螺 是一種生長在人煙罕製的地方 被詛咒的花呢 感覺真可憐 奇音一直點點點點 到底點什麼意思 我覺得奇音好像對那個 對我們的同齡都有點意見喔 好了我透露兩樣東西 這兩樣東西會給我們什麼 好 我們先往前走吧 可以狡猾 星雨風箏 這是二 四 六 八 八邊形 是不是可以按下去 不要 這是 也是八邊形 可是這個 欸不對啊 這十六邊形 這是兩個正方形弄出來的 哇塞 這是什麼偷形我不知道 沒關係 我們先不看 好有個開關 上面寫著緊急開啟按鈕 按下去 按不下去似乎還不是按的時候 星雨風箏 他剛剛說什麼時候要我去按啊 他會把鑰匙留在這裡 表示說我們之後完成以後 剛剛我記得他第一句話好像是不是不太一樣 好吧 沒關係 好 那我們去交花 看看發生什麼事情 嗯 不能交花喔 哇 給回頭喔 我討厭給回頭的遊戲 有水嗎 這個 粉紅色的手帕是 算是我的猜測 但這是你的東西吧 上面寫著 妮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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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名字 我想起來了 這是母親 伺給我的名字 這個 一定是之前去圖書館的時候弄掉的 謝謝你們 這樣一來 就算一段時間 我又會忘記 就算一段時間 我把名字忘記了 看到這個也能想起來了 對了 再過不久 我就得躲起來了 不是為了躲避什麼危險 總之不用擔心 感覺我們已經像朋友一樣了 哇 你這個暗示也太明顯了吧 維護中 暗示也超明顯的 表示說等一下我們會遇到危險 有噴水池嗎 好 這名的提示真的是 謝謝你告訴我們會有危險 好那我們去裝水 噴水池 可是好像已經不能回去了 對好像不能回去了耶 我想到了啦 是在右邊啦 這個超不明顯的門 好 裝水 然後這個 這個應該等一下會用到 我們先去招 我們先去招 嗯 這個花有點恐怖 不知為何開始抖動 這朵花有五片紅色的花瓣 它有八片紅色的花瓣 紅藍是八五 紅藍是八五 好 八隻五 等一下 八隻五 紅藍 我真的有點晃神 喔 紅藍是五 八 對不起我看錯了 五 八 這個 得到拼圖01 哇塞 這個訊息超沒有用啊 這個拼圖01是怎樣 有鬼一樣的小拼圖 對不起啦 我講錯了齁 對不起啦 我很抱歉 呵呵 你是誰 說你好 聽到動靜我都來這裡了 把那邊的機關修好了 有什麼不明白可以來問我 這個 這可以轉嗎 哇好酷 該不會這個是連動的吧 欸 真的欸 哇哦 這個好玩 那 要這個樣子 欸不對 天啊 抽邊了嗎 哦 懂了 懂了懂了 嘿嘿嘿 我好像又不懂了 可以過了吧 冰土02 母親她 成為了這個世界的一部分 因此 母親所創造的我們 也在這個世界中獲得了生命 但是 母親早已殘缺不全 而且 是被迫和別的靈魂混在一起了 在這裡的我們 也逐漸 溃散 扭曲 我們漸漸變得無法思考 漸漸的 受到另一種抑制的影響 看到活著的東西 就會無法抑制 想要使其破壞 所以 我告訴了自己附近的同伴 感覺自己快要維持不住的時候 就躲起來吧 不被任何人發現的話 就不會傷害任何人了 即便是這樣的我們 也是想為母親的願望 獻出一份力量 一份力量 哪怕是微小的力量 這就是我們的願望 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真的很想 我真的很想知道母親 雖然要到後面才知道 我好想現在就知道母親到底什麼意思喔 真的好想現在就知道 因為資訊其實真的很重要 嗯 你還沒有給我 按的時候到了嗎 我先幫我 你還沒有給我 取人 他把鑰匙丟在這裡 我們先把那個放回去 不放回去等下哪個傢伙又瘋掉 我這個先給他 這個百分之百會逃脫 這個東西絕對等一下會擋住 百分之百 有夠陰險 我有存在 我也存在剛剛存了 那我現在要做什麼 嗯 什麼 蛤 蛤 誒 今天 變化終於發生了 他由內置外底 肯治掉了那具羽羽羽羽羽 再次出現在我們面前 此時的他 與以前紀錄中的衰弱狀態已經不同了 彷彿重獲了新生 之後他的食慾變得十分旺盛 甚至開始大量捕食研究人員 我們不得不四散逃離 以保住生命 我們的研究或許就到此為止了 不知幸運還是不幸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研究人員存活下來 而既然他沒有離開我們的視野 研究就將繼續下去 或許 他就是靠著不斷技術在人體中 從而獲得活力 實現永生的 今後 同樣的事情 很可能還會發生很多次 我們需要好好考慮 防範以減少損失 並尋找 觀測的方法 以了解他寄宿在人體內的時間 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不知道 我們能否 撐到那個時候 真的超上SCP的 完全沒有存檔 直接按下去 不對啊 這邊代表說 不對啊 這邊代表說 呃 呃 這 你真熟練喔 畢竟 之前也看過類似的 呃 哼 照理說應該是先 拉這個才會拉上面齁 呵呵 好 報告46 挑了一些不那麼難懂的部分看 隨著時間流逝 他似乎漸漸衰弱 明明已經存活了不知道多少年 難道說 即使 是他這樣的存在 也即將 到達生命的盡頭 不過說衰弱 也只是相對於他自身而言 他仍舊具極高的危險性 不可以放鬆警惕 有人猜想 這只是一時的現象 他只是進入了一個衰弱期而已 誰 藍色的鑰匙 那個畫 存存存存存 呵呵 這雷筋感覺會有暗門 恩 這個雕像是不是反了 確實 兩個雕像對稱的花比較自然 好 轉向 不行啊 就好像被固定在地面一樣 還是有些晃動的 如果力量再大一點 應該就能轉動它了 呃 呃 代表什麼意思 我要用力一點嗎 三個人力量 黑色屋子 那個人來了 快點快點 被打到的花糟糕了 好 所以是細民去來救黎莎 哥哥 你又要到學校來了 總之 先去你們學校的醫務室 把傷口處理一下吧 呃 我又不小心疊傷了 不是什麼不小心疊傷吧 明明是剛才那些人 呃 剛才 怎麼了 那些人 我一直一個人在這裡啊 我一直一個人在這裡啊 只是不小心摔傷了 帽子都掉到地上了 只是這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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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嗯 好像快到上課時間了 我先走嘍 哥哥 欸 這個 倒是沒有給我什麼訊息欸 欸 這個 倒是沒有給我什麼訊息欸 安安喔 哇 別硬的物資看了 對不起啦 好 這個地方如果我們 找到了 應該還有一個夥伴 河 欸 我們在這邊沒有得到東西喔 我現在撿刀 撿膩嗎 欸 妹妹有寄生蟲 寄生蟲會強迫你笑嗎 我覺得這兩件事 我們現在玩呢 這邊突然出現兩個支點 呃 支線 一個是寄生蟲的支線 一個就是媽媽 媽媽是什麼 母親是什麼 我們還不知道 好 那我們拉下了兩個拉桿以後 看一下哪邊有東西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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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我們可以解決